我曾經也想成為一個大人物 我只胖到快140公斤 喔真的 然後還是走錯路走錯路 後來就慢慢變成中人物 希望每天可以再回到我的小人物 哈囉大家好 我是關桑文 歡迎Aster來了 是照片嗎 Aster 對 就Aster 不是AsterAster Aster 好 今天要聊的是本單元最紅的一部分了 是要聊職業訪財 看完就知道你應該是model吧 啊不然咧 你覺得咧 不紅的model 欸欸 好 熱氣的model可以了吧 你現在大概幾歲 這有功夫過嗎 那你為什麼一開始想要當model 因為我就是小時候看那個 初期民國生死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 也許我身高還什麼的 都還算有點條件 可以去試試看 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 要進入model的這個產業 其實蠻簡單的 就兩個途徑嘛 第一個就是參加比賽嘛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自己投履歷去 所以我就記得我的身高體重啊 還有什麼正面側面的照片 給經紀公司 面試他就會跟我說 喔你今天要穿什麼 比如說緊身的衣服 然後緊身的褲子 他會看你身材嘛 然後花一點點妝 但是不要太浮誇 然後帶一雙高跟鞋 他就會叫你去現場試走給他看 那你當天要走的很有自信嗎 當天就是你知道 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但是就假裝自己有自信 我後來就是在那邊走 因為其實公司裡面有很多經紀人嘛 然後他就是其中一個經紀人接待我 但是隔壁突然有一個經紀人就看到說 過來這邊有一個髮秀你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試鏡的時候我就上啦 結果就去工作 然後工作完都還沒有簽喔 對 都是因為那一次工作的時候 剛好那個秀導是我們公司的老闆 然後他就剛好看到我 可能覺得我好像很自以為很厲害 哈哈哈哈 就是擁擠什麼 對 然後他就說 欸你有沒有興趣 那我們來討論看看這樣 所以後來才簽 當時他流行的就是 凱貨那一群 比如說林志玲啊 就是那種漂亮女生 這種非主流那個時候很難別工作 然後我爸媽就是抱著說 你這樣真的可以養活自己嗎 真的養不活自己啦 模特兒他就是case by case 你今天去試鏡 你可能一個禮拜試了十個好了 你有中兩個 你才有兩份工作的薪水了 以前的話 平均是七千 嗯 但現在我不太確定了 然後七千之外還要跟公司 抽成 所以你實際拿到了 maybe maybe三七 三四千 蛤 那如果你一個禮拜有兩場 其實算多了欸假設 一個月才兩萬三兩萬四 但是那是比較好的情況 那一個禮拜還要有兩場 對 那一場不會有這麼好的事 然後薪水可能是三個月後才會下來 對 因為它是匯款 人體計算七千 哈哈哈哈 而且你還知道三個月 這真的很帥 對啊 因為它們合約不是兩三個月下來公司抽完再給你 又要再等一個月 走秀真的花超多時間 試鏡我住新北市 我去台北市試鏡至少要花一個小時 然後來一回就是兩個小時 然後我試鏡完我上了我還要去訂裝 訂裝又不是那種一兩個小時可以進入 對 長的話可以到八個小時 再來工作的話又是一個八個小時 所以我等於是花三天的時間在完成一個工作 可是彼此一般的上班族他可能一個月是22K 他可能不用花那麼多錢在投資自己身上 你們可能要就不能要就不用 真的 我那個時候花一堆錢在買各種鞋子耶 所以每一次都是自己要準備什麼 黑包高白包高裸包高高 高粱金高粱銀高粱什麼都寫 就是各種鞋子 即使你今天頭髮有一點不金頭 你還要去補染 嗯哼 又是幾千塊過去了 嗯哼 可是像以前那麼流行甜美的時候 你們怎麼辦 車展的時候一定要跳好不好 你會了你會 有啊他就說請你來一段綠豆 然後就開始 嗯 你怎麼會跳我還在那邊 那你有擺過最甜美的笑容嗎 我最甜美的笑容就是這樣 家人一定會覺得說你收入不穩定 你沒在你拿錢來就不錯 你養了活弟嗎 朋友可能也看不出來在幹嘛 好像看起來光鮮亮麗的 年輕的時候真的有一個憧憬 就覺得養活自己也沒差 我就省一點就好啦 因為我就覺得我身邊的朋友 好像都工作漸漸上軌道 就是有一種 他們都會散發出一個自信的感覺 就是說我現在有一個什麼案子啊 然後做的怎麼樣怎麼樣啊 或者是我要得到什麼上級的稱讚啊 升官啦 對就是兩年的變化其實很大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我怎麼還在做一樣的事情 我就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就開始其實也只是找打工來支撐 我的模特兒 可是至少薪水可以變高 養活自己之後 可以支撐原本的夢想對不對 對啊 就去鞋子店賣鞋子啊 還去公區 搞不好你有被我服務過也不一定 而且還有原購啊 就那個 真的欸 在鞋子那個時候就特別黑了 打工其實在支撐一年而已了 後來你就開始做你的部落格 然後呢拍影片 可是你本來會剪影片 我本來因為我本來設計系啊 所以我就基礎的影片會 所以等於說原本學的東西沒想到 後來居然還用得到 真的欸你知道我原本以為 我就想說喔我再也不會跟設計碰到 就是相關的東西 因為我不想要當設計師這樣 然後後來就想說喔 我已經有學的 對 你現在大學的時候 我廣電系我還發誓 我說再也不要拿攝影機 我也不想剪片 我只想要當主持人 我不知道五年後 我現在每天都被剪片 好累喔 大學的時候 你們不要亂發誓囉 你有可能還是會繞一圈 回到原地了 你開始拍影片之後 到哪一個關鍵 你決定你要放下原本的工作啊 就是在我開始發現 我的那個影片的收錄來源 非常的固定 的時候我就覺得 喔那我應該花比較多時間 在這個投資 報酬率會比較高的地方 拍影片還有另外一個想法 是我本來想要藉由做部落客 或拍影片 把這個知名度去導入說 欸我可以接更多模特兒 結果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沒有欸 但是變成YouTuber 然後最後就是一種大意外 對啊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你可以去很多熱情 去支撐你原本 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後來你慢慢就會發覺 喔收入可能不夠 或者是不能只有這樣 尤其是身邊的人 開始全部人在成長的時候 起步的時候 對 你就很像一個那個長條圖 每個人都這樣起來的時候 你是這邊的 對啊 你就那幾年對你來說 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就是讓我學會怎麼面對人群 喔 因為我小時候超不敢面對人的 而且我就是那種講話直直無形 因為太接觸人群了 但是然後也不怕人群的眼望 我現在反而就是做這一行 我就是有一點 接軌的蠻壞的 你會不會覺得 哇還好現在開始做這件事 因為這幾年說實話 模特兒就是沒有那麼盛行 很多人去轉型當藝人 或者是演員 就他好像不是那麼單純的模特兒 就有好有壞 因為台灣的市場真的太小了 老實說 台灣本來就沒有那麼多國際景品 會來進駐 然後說在這邊要辦個主秀 和時裝周 需要模特兒的工作超級少 然後現在又被YouTuber 或是KOL去取代 其實我朋友都說 哇紅線你又轉成功 不然我就是 真的 不太會規劃什麼長遠的未來 我就是說我現在想要做這個 我就用心把它做好 然後給自己一個期限 所以等於說從二十幾歲 模特兒兩年 然後又去打工 支撐你們的工作 到現在完全是全職的YouTuber 你覺得有什麼想要鼓勵大家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反正你現在遇到一個挫折 就不要把自己認定成失敗的人 一個月試鏡可能只會上一個 或是都沒有上 但是我已經試了十幾場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會超級懷疑自己 所以我朋友就說 你不要去看你身邊的人發生什麼事 然後你也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所以就是不要一次就把自己定成死 跟大家長得比較不一樣的情況下 要怎麼樣活出你自己的特色 我那個時候真的超覺得 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而且我還想要把自己跟別人弄得一樣 對不對 一定會經歷過這個時間吧 沒錯我那時候超懷疑自己 然後硬去把自己 就是畫得好像超甜美 然後就又粉紅起來 然後眼鏡又畫超級推推 然後那個睫毛刷的跟什麼一樣 笑的時候就說 啊我這就是用生命這樣子 同體是這個燒貨樣 反正那個時候就是做了很多 不是自己的樣子 其實也算是半放棄 然後就算了 反正我再怎麼樣也就是這樣 我不化妝也還能怎麼樣 所以我就把自己全部改掉 想說做回原本自己的好了 然後就去試試看 結果發現自己根本甜美不起來 還是變回 甜美不起來 你就是甜美不起來 就不要硬把自己改成別人啦 交換凡 他跟我說一句話是說 以前想要變成別人 可是卻為何發生自己的與眾不同 我就覺得說天哪 這句話也太敢了 他跟我講的那句話說 我活過整個吃不下 他就說天哪天哪 我太也就不同了 我不能再跟別人一樣 哈哈哈哈 別臉和牛 我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吐花 我你有吐花 小朋友 哈哈哈哈 現在其實還有非常多人 可能還在這個路上 可能還在尋找自己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什麼樣的形狀 你覺得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話是什麼 因為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不是模特兒嘛 就會有很多比如說 報章雜誌或者是超級大看板 對 然後都是朋友 對 或是廣告 都是朋友 然後我就會說 欸爸你看這我朋友欸 或是欸你看這是我朋友的朋友欸 什麼之類的 為什麼我不是上面那個人 嗯 我就會覺得 與其呢 就是從就是 就是自己嘴裡說 炫耀說 欸我認識這個人欸 的那種大人物 還不如就是自己成為那個大人物 覺得我自己做不下去 或是我這支影片點的率 真的超差的 就很想哭的時候 我就想說 不行我一定要撐下去 因為我要成為那個 讓別人驕傲的人 真的喔 這好勵志喔 我曾經也想成為一個大人物 我好像跑到快140公斤 我真的 然後還是走錯路走錯路 後來就慢慢變成中人物 希望有一天可以再回到我的小人物 好謝謝Asa分享了這麼多夫數 就蠻感動的 真的喔謝謝 我從來不知道我可以講出這種話 真的 因為我這個人實在是太理智 我就只會講一些步驟之類的 我剛才這個頻道就是這樣 很多人坐在這邊 他去聊一聊 突然講了很多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我剛才這個位置有個魔力 可是不是一般人可以來的 我有質感審核 有沒有看到 質感不夠的人 在那個門外 你去看看 哈哈哈哈 沒有我剛才在下面看了 大概都100個 哈哈哈哈 後面還在排隊 我還在審核當中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來追蹤我的IG 還有聽我的頻道 還有把小鈴鐺打開來 還有按讚分享跟留言 拜拜